鄉親啊 繼續來看 離這個明年的總統代算 純粹後的四十七天 三腳都正式來成局 每天有一份最新的民調 蠔友宜跟中小空的航空培 只有6千塊到小米金的熱小培 0.1% 這問題是敗第三名 不過主理論也來發話 說要趕緊到過去 有發生五歲的朋友來發解一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家這個大家庭 另外也有人認為 中小空做護手 雖然在北部有高低名度 但是在中南部 恐嚇倒比較有面諾 蠔友已經拍過了很多照 所以他們叫我給我看他以前怎麼拍 他這樣的姿勢 那我就要這樣的姿勢 他這樣看 我就要這樣看 所以都是配合他 做現地好辦那片相片 中小空將租稅對調到 連位相片出來做護手 原本因為如果不合 可以順利合作 我太太她不搞政治 她求一個三十五千 叫上上千 簽文叫做劉關章古城相會 偏偏這個相會是無限的結局 如果被破局了後 相同的機器者也上幾座 經濟最新每體面條現實 國民黨航空培的機器都二十八八字 只有半小培差百分之零點一 在五菜環圍以來 電動民眾黨 瓜英培二十四八三 所以很差距 自立人插頭問心發尾 嚴格在中南部地區 沒有遷接經營 休憩比較不嚇死 大部分的人告訴我就是 蛤 招叉康出來選擇 太興奮了吧 因為對南部人來說 招叉康就是一個 出現在電視機上面的名人 那他的名人效益其實滿大的 所以我認為招叉康出來選的話 其實對高雄的選情 是有一定的幫助 複合式的交叉作戰 應該可以讓這個選舉的氣勢 跟威力倍增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趙少康副總統候選人 可以早日到中南部來開獎 反正北中南後 鄉鎮鎮去撤掉 有可能的交叉作戰 希望會等又順情